走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 海拔近五千米的 喀拉空龙高原腹地 稍后直升机群将在 母高原机场挂载多型武器弹药 恢复我身后的这片空域 展开实战化演练 机动途中 单副前出侦查的武装直升机 瑜伽敌机突然遭雨 飞行员果断发起攻击 在打击空中目标时 相比打击地面目标 需要更加灵敏的反应能力 要在更远的距离 进行瞄准和锁定 机组间也相对需要更为默契 更为复杂的协同和配合 完成空中拦截后 编队顺利抵达 对地攻击空域 各战机充分发挥火力强 打击手段多样的特点 发动攻击 我们不仅在武装直升机这个平台上 进行了全弹种的设计训练 还结合运输直升机 供运一体的优势 开展了多机协同的战术训练 直升机舱门机枪射击 射手需要克服开窗行进 和战机高速机动带来的不稳定气流影响 精准命中地面目标 我们在优秀的飞行员中 培养全弹种射手 并通过培训考评 以及自制认证 从中选拔优秀的飞行指挥员 从平原到高原 从简单环境到复杂环境 我们坚持按钢私训 紧盯关键环节 坚持战在哪里打 兵就在哪里练 确保战巡一体 以战领训 走向末端落地落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